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身正装的王一博简直是太帅了 以往只见过街舞风格的耶博和古装风格的耶博 这么一身正气的造型还是第一次见 王一博的身体里到底住着多少和有趣的灵魂 今天我们就要好好的来分析一下他的魅力了 上帝创造王一博的时候大概是这么想的 选三种最优秀的特质给他吧 帅气的五官就是他迷人的开端 上帝说我要给他完美的面庞 当代追星女孩的爱上偶像的敲门砖是什么呢 太简单了 颜值啊 实与颜值才是最重要的 帅气的王一博其实呢 仅仅靠颜值就很能打了 我就问问这谁能够顶得住 靠脸吃饭也会吃到撑得上天宠儿啊 帅哥仅仅靠脸还不够 王一博还具有与众不同的酷盖气质 男孩子自带金贵高冷的气场 立刻呢就有了一种神秘感 圈粉气质这一块 王一博麻捏的真的是死死的 超吩咐的个人技能就是他 上帝说我还要让他多才多艺 王一博的粉丝叫做摩托姐姐 因为王一博简直就是把摩托车当成了情人 爱上摩托车啊还是因为酷 可是这份酷的背后呢 是无数次狼狈的摔倒 2017年6月9号 是他第一次骑摩托车的日子 一年多的练习里 光严重车祸就出现了两次 最严重的一次是追尾拉伤了脖子肌肉 只能够躺在床上连侧身都不行 但是伤痒好了 他还是想要玩 而且一定要执意回到让他受伤的赛道上 再次面对当时事故的弯道的时候 还会害怕 但是只要过去了 后面就顺了 去年他正式加入到了万里达亚马哈车队 成为了MLT亚马哈的签约提手 把爱好变成了职业之后 成功的拿到了新人组小组第一名的好成绩 粉丝送过给他一个手机壳 上面印的是意大利传奇车手 瓦伦蒂诺罗斯 人狠话不多 咔咔就是干 这是因为这份矜持 当王一博又爱上了酷盖专属的滑板之后 在机场恋 在乐华演唱会后台恋 在节目组的化妆间恋 大家好像已经见怪不怪了 这不就是一个人做着最热爱的事情 最着迷的样子吗 这种外表上人狠话不多的酷 同样表现在其他的爱好之上 比如说开挖掘机 甚至是不仅仅在陆地上 在水里他也能骑摩托 平平无奇的跨界小天才 只有想不到 没有他做不到 阶级的义务能力 就是他圈粉的力气 上帝说优秀的人 必须要业有所长 说实话 这届男明星里会跳舞的不少 但是像王一博同学 走的是天赋加努力的道路 他六年级就开始学街舞了 虽然当时街舞还被当成是坏孩子 才会玩的游戏 但酷啊 想跳好可不是一事 跳了三年之后 初二的王一博参加了 全国popping舞蹈的大赛 这场比赛他有两个收获 一个是全国16强的名次 一个是乐华星叹的邀请函 对于当时还在上初中的王一博来说 想要站在更高的舞台上跳舞 那么就得海外训练了 这条路一定会非常苦 而且不包出道哦 他没有犹豫 接受了 在韩国当练习生的时候 为了不被淘汰 每天练舞十几个小时是常态 冬天跳到镜子上已经全是雾气 什么都看不到 一开门 一股凉风从练习室外吹了进来 然后就去喝口水上个厕所再回来练 但是他说那种感觉特别好 因为做喜欢的事情就会开心 练习四年之后 王一博成了被选中的孩子 终于可以成功出道了 作为怪物仙人 UNIQ也确实拿到了好成绩 没有想到成团不过两到三年 因为种种原因组合很少在合体上舞台跳舞了 坚持了那么多年舞蹈的王一博 开始向综艺影视上转型 周间一定会有过质疑 好在他扛住了 并且坚决不放弃每个可以展现的舞台 参加创造101的时候 他要在短时间内同时学会女团舞和导师舞 那么就只能够继续练 他有个名句 多练习多练习到底是在练什么 那就是反复跳啊 反复跳啊 反复跳 加强肌肉的记忆 日常收工之后 他喜欢在洗澡之前 随便打开一段音乐就跟着跳 这对他来说是解压 对他来说舞蹈是没有尽头的 因为即使到了高手级别 那还有极高的高手和一般的高手的差别 这时候比的就是细节了 动作是否干净 身体控制能力 动作是否饱满 包括音乐卡点准不准 其实观众未必会发现这些细微之处的差别 但是作为专业舞者 如果不能够以百分之百的热忱去对待舞台 那么对他个人来说 本身就是一种侮辱 他不会允许的 我心里其实真的挺倔的啊 霸道好胜 比如说在舞蹈方面 我想要大家去认可 我要跟自己争 我想要再快一点 想成为强者 那么自然就要做到最专业 他说我没有想赢 只不过是不想输 这是他给自己的做事信条 作为艺人的立身之本 王一博从来都没忘记 每一个细节都真余完美 这大概也是我很欣赏王一博的地方 他只想当强者 既然选择跳舞 那么就不管外部环境再困难 我都要想方设法的成为最强的 这是专业 为了喜欢的东西 摔伤丢脸都没事 也好了 还得继续刚 这是坚持 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两步 想不成大事都难 三重魅力以外 可贵的真诚和专业上的拼相比 那么思议下的他 实在是太缺乏求生欲了 看他采访里的直男发言 简直就能够出一本 博言博语 和女孩在一起竟然嫌弃对方话多 谁不爱和漂亮姑娘聊天 可是老同事程潇竟然吐槽他 走到旁边空气都能降高20度 好像也不是不会撩 和彭玉畅这段 他的耳朵发热可还行 他就是这么一个不爱说话的人 也不只是闷法 王一博在明星里绝对算是嘴笨的 参加活动 粉丝抱他的身高182 他站在旁边竟然主动打架 说百度不对 自己的确切身高是179 我坑自己可还行吗 不过这些等人合集看多了 我却意外的发现了他的萌点 那就是他很真实 不伪装自己 同时真诚带人 在天天象上展示的黑历史童年照 连老大哥王涵都看不过去了 咋就心这么大呢 可是他却说 节目组说要带就带了 没有想到只有自己带了 真是傻的可爱啊 小摩托们 真的是哪里没有办法 自己爱的男人能怎么办呢 只能宠着呗 其实王一博身上这种耿直的气质 也是一种笨拙的真诚 始终有一份少年气 就是这一份耿直和少年气 才能够让他对自己喜欢的事情 一直坚持做下去 专注真诚 这是他的关键词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